遇見成鳳來 觸摸天地間 歡迎回來仙劍奇俠傳 那今天呢我們不打架也不抽卡 我們來輕鬆看一下今天早上剛更新的 我們的新春活動 那這過兩天就除夕了嘛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2024年真的感謝大家的支持 沒有想到這個頻道竟然可以活這麼久 真的是不容易 那仙劍的話目前來說也出了一個新春活動 先來介紹一下 那他分為兩個階段 那第一階段的話就在這邊 那第二階段目前來說的話都還沒有開放 不過也沒有關係 那今天找一下路版的資料 也剛好跟我們一樣都是同樣的新春活動 今天來介紹一下 那介紹完之後呢 可以來看一下在前幾天的時候吧 2月4號的時候他有公告了一些 那個新的一些更新內容 我們大概可以快速來看一下 那最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再來看一下這次路版 在2月的時候有出了很多的一些新東西 包含我們的劇情到時候 目前台服只有第一張嘛 那第一張基本也快結束了 那到時候 路版已經準備要出第二張的劇情了 第二張劇情 所以等一下都可以來看一下這些新消息 好 那我們來快速看一下這次的一個新春活動 那總共有4個 那目前來說有開的就是龍翔九天 那基本來說他就是解任務 這些任務可以拿 拿完之後他就是可以那個 就是類似像那個 我們那個賽季那個一樣 他就是可以拿一些資源獎勵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有課金玩家的話呢 也是可以買下面這個至尊版 然後他可以有這個骰子 這個骰子有用喔 等一下來看一下這個在玩什麼 類似像大富翁的那個玩法這樣子 我們小公主在 我們小公主在娃娃叫 好那這邊的話都是一些那個 那個任務啦 基本來說就大差不差這樣子 那一樣該拿就拿一拿 對說到這個 我們先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這次的新春活動 有一個隱藏的獎勵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二頁 這個第二頁齁 在今天早上 剛剛上班的時候 突然看到 在我們這個C大 C大大 他在早上的時候有提到 這個圖 我們第二張 他這邊有王小虎 然後有沈七七 有蘇妹 有李易如 如果你按照順序點他們呢 會有那個隱藏獎勵 你點他 他會講話 這個是王小虎 右邊這個穿藍衣服的這個是沈七七 水沈 水七七 然後左邊這邊火 那個火的是那個火蘇妹 然後這邊是李易如 那你看看 拿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獎勵 就這個 銀春小禮 銀春好禮跟銀春好禮 那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剛好來看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 這三個 這三個 銀春好禮 可以拿到這些資源獎勵 來看一下 唉唷 萬用骰子 不錯不錯 然後這是銀春小禮 有這些東西 三個 剛剛開到什麼東西 唉唷金龍跟獎子也不錯 然後這是銀春好禮 有那個 券跟那個白券 唉唷武器招牧師 也是ok的 好 這是那個 隱藏 隱藏獎勵啦 這個真的是蠻特別的 這個 真的不知道誰可以把它試出來 因為平常都可以按按 他還要按照那個順序才能這樣子 好 這是新春活動的那個 介紹 那再來的話是新春好禮 這個基本就是每天簽到 然後會拿一些那個獎勵 總共有14天 總共有14天 簽到就可以拿獎勵 然後再來是熔年話題 這個話題的話 簡單說就是你可以留各式各樣的語言 那流完之後他有任務可以解 解完之後你就可以拿一些獎勵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 然後點讚這樣 大概就是一些小玩的一些東西這樣 那後面第二階段的話 好目前台服還沒有開嘛 好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路版的資料 龍藤苦藥 跟我們台服是一樣的 那玩法的話 這個吧 輕鬆好禮嘛 講過嘛 就14天的簽到就不用看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龍翔九天 剛才講過 就是解任務 解完任務之後 你可以拿到上面的獎勵 然後你也可以刻下面這個自尊版 一樣可以拿到一些頭像啊 名牌啊這些東西 好這些都是任務的一些獎勵 可以拿到這個頭像 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然後這個是小龍 小龍 今年是龍年嘛 然後再來是這個話題啊 剛剛看過 就是可以解任務 然後可以留言 然後可以一些點讚 然後有前三名的話呢 會有一些那個排名獎勵這樣子 那話題這邊弄完之後呢 再來是這個滑服啊 就是皮膚 皮膚的話總共有三個啊 蘇妹 沈七七跟王小虎啊 這三個 那女角啦 真的是超級漂亮啊 真的是超級 真的是超漂亮的 我覺得那個 蘇妹跟沈七七的啊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88的玉龍感覺也還行 那這邊禮服銷手目前還沒有啦 但是在 呃台服的官網這邊啊 基本就是這三隻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意外啊 就是這三隻 那就是風書妹 然後雷的王小 哇 雷王小虎耶 然後那個火的沈七雙 哇 風書妹應該是不錯的 好 這是他這次的那個禮服銷售啊 可以那個參考一下 OK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 銀心貼紅啊 這個就是後面 第二階段開始的這個活動啊 這個銀心貼紅 後面有 銀春貼紅啊 羽龍共舞跟雙倍送服 來一起來看一下 銀春貼紅就是貼那個 春蓮啊 貼春蓮上蓮啊 可以用智庫啊 拼夏蓮啊 總共有九輪啊 總共有三個 三對的那個春蓮啊 需要補全啊 弄完之後可以有獎勵這樣子 還不錯 骰子跟這個東西 那再來是這個雙倍送服嘛 簡單說就是除值 買一送一啦 除六玉龍再送你六玉龍 這個如果你是 克勞玩家的話啊 可以把握一波 如果你還 持續有在課金的話啦 這個買一送一是非常划算的 好 那再來的話這個啊 羽龍共舞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拿的那些骰子 萬用骰子 就是走那個大富翁 那來看一下 還有那個 骰子跟那個遙控骰子 我喜歡叫遙控骰子 跟那個大富翁三一樣 然後羽龍共舞呢 會有骰子然後去走 然後隨機走一到六點嘛 然後這個的話 遙控骰子就是 你可以自己骰你要的點數 然後普通格子的話有 那個獎勵 戰鬥格子的話會觸發戰鬥 勝利才有獎勵 那三倍格子的話是到這邊 下次骰的話會拿到三倍獎勵 所以看到這邊有乘影三 乘影三 然後這應該是戰鬥啦 這是戰鬥然後這是乘影三 然後再來的話是全收 下一次的話 哇靠經過的所有骰子 的獎勵全收 那不是一定要骰六了嗎 全收 喔這哪個是全收啊 這乘影三乘影三乘影三 這個是戰鬥 這個嗎 不是不是不是 應該是下面這個 好這是他的一些那個格子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然後每一次投資骰子 獲得爆竹的話呢 使用萬能骰子會拿到五個爆竹 那爆竹的話可以在商城去做兌換 那骰子骰子會有一個累積的那個累積次數 那看你的累積次數一樣會有一個進度獎勵 所以骰子就越多啦 然後爆竹可以換獎勵 然後累積次數也可以換獎勵 那活動結束之後呢 到下一次的話 你沒有用的骰子這些東西 每一個骰子會回收200 金龍會其實回收200 萬能骰子會回收500 500金龍不錯耶 爆竹可以回收50 那如果還有這個東西的話 會再對換成相對應的金龍這樣 那也還行啊 就是盡量拿骰子 然後盡量跑 然後盡量踩這個陳銀山的這些獎勵這樣 然後那個累積這個東西 累積的話 呃 稀有的角色 這是魂器吧 然後這個是那個圖 那個大頭框 然後這些東西 基本的一些獎勵 這是那個 150抽 一個聊天框 那個梅花 然後 這是梅花嗎 欸 這梅花這梅花 然後這邊是那個 他那個大頭框 250抽 那個大頭框 好 然後400抽 哇這個漂亮 龍城吉祥 哇這個漂亮這個漂亮 800抽 這個背景 直接給你一個這個 最銀美領啊 超級帥 然後 五龍兌換 這個應該就是剛剛那個爆竹嗎 爆竹的話可以換 喔 陰陽飛捧的皮膚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應該 這次台服應該是 剛剛那個 應該是這個重樓吧 我在想是不是這個重樓啊 這個重樓 這個省屍東方 喔這個真的超帥的 然後 這是路板的啦 所以跟我們不太一樣 然後有魂器可以對換 陰陽俠客可以對換 哇操爆竹要這麼多 好 這是 路板飛捧的那個獎勵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這是路板的一些資料 跟我們台服大差不差 只是多了一個飛捧 目前台服還沒有飛捧 好 就是這樣啊 這次的那個新活動 到時候想要出職的 可以等這個 然後 跑骰子的玩這個 然後貼村蓮 拿那個遙控骰子在那邊 OK 大概是這樣 這是這次的新春活動 那快速看一下 上次的那個公告好了 2月4號的時候有 算是更新滿多東西的啦 那第一個是那個 我們講比較重要的就好 第一個是那個身心 身心重生的話 你可以退回 七八星的話 你不要的話可以退回 然後狗糧的話 會直接變成那個 銅系小草啊 你還是可以把它往上升的 就是你生錯的話收 就是不小心 跟我之前上次一樣 胖手指啊 不小心生錯的話 你還是可以再退回來 那但是記得啊 營養俠客是不能重生的 這個 頭洗下去就洗下去 因為他是拿 其他細的嘛 他可能怕你洗那個 狗糧的那個細別 然後再來是那個 打那個神鬚 神鬚的話有改了一些 蠻多東西的 可以看一下 基本來說大差不差 他最主要是多了這個 水啊 火啊 火不能過去嘛 水是這次打的嘛 就是你可以直接傳送過去這樣子 然後再來其他都是一些優化 然後金藍燕 然後有個 就是有限制那個次數 一天只能兩次了 畢竟他可以拿金龍嘛 他可能怕人家刷金龍 然後 能參加盡量參加 我是很少參加啦 因為時間打不上 然後蘇仙路 我個人覺得最好玩的一個活動 然後他還會進入那個排名榜 然後 就是 勝越多啊 他的那個聲望可以拿到越多 然後再來分解 分解的話就主要是 稀有俠客 如果之後你滿了的話 稀有俠客是可以分解的 對應的話就是 五星的話 就是那個碎片乘以20 等於說三隻五星隨機 拿一個那個五星俠客 稀有的自選項 就是你抽不到 抽到你不要用的啊 沒關係把它分解 那你還是可以 集中資源在你想要用的 稀有俠客上面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些 世界boss 世界懸賞的一些更新 然後再來是 很多角色的一些技能優化 還有一些提升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然後比較重要的下面 他是第一個 先猛啊 這個鐵匠鋪可以跳過動畫 這太爽了 這個每天打這個東西 他真的很浪費時間 然後再來比較重要一點 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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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什麼 欸 他沒有寫嗎 我記得有啊 啊 尋仙路啊 這個這個 三層可以他可以那個快速挑戰 他可以那個直接跳過 這個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每次打第三層其實浪費時間 在尋仙路這邊 啊這次的話 快速挑戰啊 這邊也多了一個第三層 只是要到四十 打四十五次啦 打完四十五次 之後三層就可以自動打啊 超級方便 好OK 大概是這樣 那再看一下路版的資料好了 那路版的資料的話 是這一個啊 路版的資料 他這次的話是火速銀花 這一次他 二月份版本更新 快速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一次的話 第一個是他那個啦 多了一個仙劍二的原版劇情 仙一 目前差不多也快完結了 那仙二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劇情 我只看過老孫的介紹影片 那也沒有玩過仙二 我是玩仙一跟仙三 然後還有軒炎劍三 然後天之痕這樣子 所以仙二劇情我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有這個東西的話就很棒 就是不用跳過了啊 可以直接 直接慢慢看啊 他可以慢慢重現 然後你也不用 重新去找那個原版來打 那個太陽費時間了 直接看這個就可以了 好就是那個蘇妹 沈七七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李毅如 然後還有王小虎啊 就這四隻 好然後再來特別服 有開 然後剩下就是 那個這四節性活動 然後還有那個回歸 一般來說回歸都有些好禮 退坑玩家都有些都會回坑 然後這個是誰啊 這是王小虎吧 然後這是這個皮膚啦 這三個皮膚 風蘇妹 火七七 跟那個雷的王小虎 的那個skin 然後還有這個飛鵬的skin 然後再來二月他們會更新一些其他東西 什麼同心榜 就不知道在玩什麼 喔 情人節啦 然後還有這個第六隻陰陽角啊 這個 那個陰陽李毅如 他的天燒過啊 他會召喚這三隻寵物啊 召喚這三隻寵物 來那個 分別作戰 好 大概是這樣啊 這就是台服跟路板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新 就是新年活動啊 記得來玩一下 那如果剛好要儲值的話 趁這一波有兩倍的話也是不錯的 那剩下就是拿骰子 然後去走格子 然後去拿一些資源獎勵這樣 好 對 他綁玉的那個已經出來了 綁玉的已經出來了 因為他換那個 幻靈系統的那個 他之前這邊換 有個幻靈的按鈕 現在又不見了 所以應該幻靈到時候 那個交易所應該就要準備出來 OK 那大概是這樣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喜歡的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凱收看 下次永遠再見